我妈妈的家 这不在了吗 你这孩子 桃子姐 我今天是来请教问题的 咱们不是一起团的橙子吗 太多了 怎么吃得完呢 我也买了 所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好 那走了 你先坐 我去拿橙子 咱这批橙子品质不错 直接吃就很好 这不我家孩子想吃橙子甜品吗 那橙子能做的甜品太多了 我教你两个简单的 先把橙子对切 挖出果肉 这些壳要留着用 别扔 一部分果肉汁水加酸奶 做成橙子布丁 几粒丁提前泡软 微波丁20秒就行了 你看这就是橙子布丁叶了 倒到刚才的橙子壳里 放冰箱冷藏 然后再浇你个超级简单的蛋塔叶 只用蛋黄做出来的蛋塔叶 颜色和口感都会比较好 那你那些蛋白怎么办 蛋白我晚上就炒菜吃了呗 你看就这么几样东西搅拌匀了 再过个筛就是细腻的蛋塔叶了 在橙子壳里放几粒橙子丁 蛋塔叶浇到八分满 放烤箱要裹个锡纸固定 不然会烤它的 你看这不一下就消耗掉五六个橙子了 哎呀你这做的也太好看了吧 跟你说这蛋塔口感跟买的一样 嫩嫩滑滑的还有橙子香 每次烤几个玩子能吃几个 布丁就更不用说了 孩子最爱 QQ弹弹有多c 颜值还高 别说孩子全家都爱吃 哎呀看这是挺不错的呀 这是不是很简单 我好像没学会 啊没学会 你看你家橙子是不是也吃不完 那这些我就帮你消耗了 行吧 来来来 LATER 这么美味的东西 我差点没吃到 哎你这个怎么回事 你猜